刚才刷到了一个视频 就那个大栏啊 就在讲啊 这两天全国搞的那个汽车制造厂商 他们搞的那个汽车大清销 汽车降价活动啊 是一个宣传 是一个搞噱头啊 一个骗局 我看了以后我觉得 当所有的人都在说 汽车燃油车在降价 然后他这边就反其他外星之 告诉你啊 这是个骗局 原来的时候能给你优惠三万 结果你蜂拥而这个都去了胡比了 其实呢 原来能优惠三万 他现在只能给你优惠两万 你买回来以后才发现 比当地这个4SD买的还贵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情况是真是假 但是呢 因为我和我对象 也在讨论这个买车的问题 我们也有这个刚需要换车的 这样一个需要嘛 我们留学的信息 好像真的是力度非常大的在降价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吧 你像这个三年疫情下来 那大家都放在家里 甚至根本没有这样一个 出行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这个汽车生产制造企业 它非常难受 这是一定的了 好不容易疫情慢慢放开了 那他需要尽快的回笼资金啊 而且现在新能源的 这个迅速的这样一个占领市场 他眼看他的生存危机 已经摆在眼前了 他不清修 他没办法了 这是我理解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特斯拉吧 特斯拉元的时候30多万 你看他今年降价 同样一款车型 都20多万才能买了 所以说这个新能源电动汽车 没有办法 也被特斯拉的这样的一个 叫降临打击 他们也必须被迫要降价 在新能源汽车 快速占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的一个前提下 那燃油车的确是他们的生存 是越来越危在旦夕了呀 所以我认为燃油车 未来的这个价格不可能很高 一定会陆陆续续的降价的 但是即便是我有刚需需要换车的需求 我这个时候也不会出手 我会让他们一个子弹再飞一会儿 不知道有这个刚需需求买车的这个 各位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这样想的呢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